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各位芒果TV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一辰 這一次來到湖南長沙就是要參與這一次 精英節的這個精英頒獎典禮的頒獎人 所以非常興奮非常期待 因為是我第一次擔任頒獎人 各位現場的嘉賓大家好 我是林一辰 非常有信心 他基本上就是我心目中的師弟人選的 我很幸運 我可能比更多的人更早地知道了 什麼樣的演員才是真正的演員 我要感謝林一辰 她對我說過兩句話 是在我們拍攝《社交英雄傳》的時候 第一句話她說 演戲是一個探索人性的過程 第二句話她跟我說 她是在用生命演戲 這兩句話我會記住一輩子 如果有好的劇本的話 肯定一定會有機會 我覺得每一位都有他們不同的特色 但是如果說要真的有看過比較多集數的話 其實是劉套 所以有可能 對就是看她跟虎哥的狼牙房嘛 所以對我來說就會比較有印象 這樣 他們對我來說都別具意義 對 那也都代表了不同階段的一個狀態 對 那 當然是覺得 又青還會比較有現在的 我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那都是一個基礎 就是在未來應該還會有更多 我覺得更有層次 然後更精彩的角色演出 順記型的吧 年齡跨度比較大的 然後她人生經歷比較豐富 然後有很多個階段的變化 對 胡哥可以這次來經營獎 程友親 女人 做饭 家庭